颜辛记、罗云熙宋毅虐心爱情,三次离合扣人心魂。 2023年由于钟指导,罗云熙、宋毅携手主演的古装爱情电视剧《颜辛记》备受期待。 除了罗云熙、宋毅的引领,该剧还汇聚了陈瑶、陈磊、黄日盈、古子诚、管子敬、邓凯等实力派演员, 而唐层、黄小磊、洪瑶、温真荣和中华等更是特邀主演《豪华阵容》令人瞩目。 故事情节仅扣古装爱情悬疑题材,通过罗云熙、宋毅等主演的精湛演技,呈现出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 《愿穷丹》、王一飞等演员的友情出演更为剧情增添亮点。 《颜心记》不仅在演员阵容上独具特色,更在编剧、导演团队上力求匠心独运, 为观众呈现一部令人期待的《古装爱情》立作。 在颜男星年幼时,他曾遭遇绑架,险些丧命,幸好被一位英勇的少年救出, 从此,他对这位少年念念不忘,但却无法找到他。 随后密的诡异收养,他家中发生了悲剧,母女两人一同游历四方。 也因为那次惊魂经历,在颜男星少女时期,颜男星患上了罕见的变身症, 每个月有几天会变成别人。 成年后,颜男星与江欣白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结缘, 命运的安排让他们走上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旅程。 因一场假婚,他们携手来到繁华的京城, 共同经营着一家名为花享荣的医馆。 二人一边寻找着摆脱变身症的方法, 一边在这场假婚的幕后展开了一场智谋斗争。 在寻找解药的过程中,他们共同经历了无数波折, 与这位假装的前夫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心智较量。 然而,随着彼此间的了解深入, 颜男星与江欣白之间逐渐升华出一份特殊的感情。 他们展开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冒险之旅, 一同揭开了谜团,寻找自己的身世,追寻初恋的足迹。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颜男星扮演何种角色, 江欣白总是能凭借着直觉识别出他的真实身份。 两人在剧中历经三次婚姻,情感纠葛颇朔迷离, 令人为之动容。 这段感情的发展充满了悬念和情感的交融,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既惊险刺激又温馨感人的故事。 《严心记》是根据知名网络作家时音的小说《长安密案录》改编而成, 是一部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的探案剧。 剧中,江欣白与颜男星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为观众们津津乐道的焦点。 故事情节仅扣《长安密案录》小说的悬念元素, 通过精彩的剧情编排,呈现出一系列颇朔迷离的谜团。 江欣白和颜男星在这个充满危险和谜题的《长安城》展开了一场引人入胜的探案之旅。 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仅是剧中的亮点, 更是满关注的焦点。 这部剧通过《还原》小说中的情节, 将悬疑元素与浪漫情感巧妙融合,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扣人心弦的娱乐盛宴。 江欣白和颜男星在这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长安城》中穿梭, 共同揭开一个个谜底, 使得《颜心记》成为了备受期待的探案剧之一。 欣白在年轻时曾经历一段艰难的命运, 因为其父亲部昭明在乌香案中受到陷害, 被迫与原配妻子离异,并被流放至亚洲。 尽管面临这样的不幸, 江欣白却心甘情愿地陪伴父亲一同承受流放的苦难。 在江欣白18岁的时候,父亲部昭明遭遇刺杀身亡, 而江欣白也不幸成为追杀的目标,被迫流落民间。 这一系列的不幸事件,使得江欣白的人生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 而他则不得不在逆境中艰难求生。 这段曲折的经历不仅考验了江欣白的意志力, 也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深厚的情感基础, 成为塑造他性格的重要一环。 江欣白在被人犯子擒祸后, 与一位女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然而,在一次救助这位女子的过程中, 江欣白不幸被马车撞击头部, 导致他患上了脸盲症, 无法辨认他人的面容。 尽管身患残疾, 但这一遭遇并没有打垮江欣白的意志。 最终,他回到京城, 从一个对珍补和查案毫无兴趣的少年 转变成了一个立志要清除天下乌香的捕头。 他怀揣着对父亲的思念和对过去的不满, 决心查明真相, 严惩当年诬陷父亲的窝尘, 完成父亲生前未尽的使命。 尽管江欣白在扫清乌香的道路上 面临重重困难, 但幸运的是, 他得到了江湖由一言男性的贴心相助, 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 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尽管阎南兴患有变身症, 经常改变外貌, 但无论他变成何种模样, 江欣白都能凭借直觉认出他。 阎南兴的存在为江欣白的艰难旅程 增添了温暖和支持。 他的善良与智慧成为江欣白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而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不受外貌变化的影响, 让他们能够共同面对挑战, 共同努力实现各自的目标。 这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不仅为阎欣悸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 也展现了对于真爱的坚持和执着。 阎南兴和江欣白之间的默契与信任成为故事中一抹亮丽的色彩,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真挚而令人感动的爱情之旅。 尽管阎南兴和江欣白历经重重波折, 但最终江欣白成功揭露了当年乌香案的幕后黑手, 同时与阎南兴修成了正果, 为整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这段充满曲折的爱情故事让观众为之感动不已。 白在探案的道路上不畏艰险, 最终战胜了一切阻碍, 为父亲复仇, 正义得以伸张。 而阎南兴的陪伴和支持更是为他的人生注入了温情与力量。 两人最终修成正果, 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这让观众们为他们的坚持与真爱而动容。 这个大团圆结局为整个故事划上了美满的句号, 也让观众在情感上获得了一份满足和宽慰。 严心记通过这个动人的结局, 不仅完成了故事情节的收尾, 同时也让人们深刻体会到正义、 真爱和奋斗的力量。 严心记的故事情节确实令人心痛, 罗云熙和宋毅的演技催人泪下。 三次的结合与三次的离别, 不仅令观众深陷于情感的沉浸之中, 也反映出剧情中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 首次的结合, 或许是因为命运的安排, 将心白与颜男星在曲折的情节中擦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火花。 然而, 这段美好很快就被命运之首撕裂, 他们面对无法抗拒的压力, 被迫分离。 这一别, 观众们感受到了心灵的撕裂和无奈。 第二次的结合, 带着虔诚往事的回忆, 将心白和颜男星再次相遇。 这一次, 他们的感情更加深沉, 仿佛是上一世的缘分, 在此再度相遇。 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沉重的考验, 他们的感情再次遭受命运的考验, 一系列的波折和挑战令人心生痛楚。 第三次的结合, 或许是命运的眷顾, 将心白和颜男星再度相逢。 这一次, 他们对彼此的珍惜更为深刻, 然而, 面对命运的不可抗力, 离别再次来临。 这一别, 观众们或许在泪水中感受到了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无奈和残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